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里面的角色就全部都是一些动物来的 一套电影的名字就叫做Medagaskar 是马达加斯加 原来他是一个位于东非洲的岛国 好几年前我也有一个亲人去过这个岛国 他拍了一些照片给我们回来看得到 很多珍禽异兽在这个岛上 究竟这个岛国有什么特色呢 里面的人又如何来生活呢 我们节目的第一部分就请来了王敏华牧师 他就来和我们讲一下 几年前他去到这个岛国 是当中的见闻 大家好 我今天很开心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个东非的地方叫做 马达加斯加的共和国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原来在东非的世界 甚至在世界里面属于第四大的岛坠 普通在过去曾经经过一个法国的殖民地 当地也有华人在当地居住 亦有新根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其实有59750平方公里面积 都是属于几大的地方 所以在当地里面有很好的资源 天气九月份中秋节前夕 去到当地 其实他告诉我们 当地人说刚刚过了个冬天 原来非洲都有冬天 不是常年都是很热那一类 所以到我们晚上去休息的时候 都需要盖一张尖 我们去的大城市就是首都 亦叫安塔纳纳里佛 属于很大的一个城市的首都 当地亦有很多不同的种族 除了非洲裔的当地本地人 亦有些华人 还有其他不同族裔的人 拉丁美洲都有 在当地里面生活 马德加斯加 马德加斯加 其实都很大的一个地方 当然它的冬植物都很丰富 当地有些动物 有一个长尾猴 和一种叫做炮变色龙 那类的 是很有趣 很有兴趣 就是很特别的 亦是他们的一些植物 亦都有很多称为他们的角宝 的树 叫做猴子面包树 或者叫生命树之类 其实是很特别的 有机会可以看一些图片 所以当地亦都因为资源丰富 他们在邻近 邻近 已经是 对面 就是 叫做摩尼球斯 我记得 那天 我们去到 马德加斯加 由多伦多出发 先飞到巴黎的地方 转机 那里大概六个小时 在巴黎大概一个多小时 我们就转飞去马德加斯加 长途巴斯 要差不多12个小时的飞机 才可以去到当地的东非这个地方 所以差不多20个小时 其实经过法国 刚才所说的一些资源 当地的资源是丰富 所以有很多欧洲国家 特别做些天然的护肤品 香水 他就在那里采购很多 当地的一些物资 中间里面 特别刚才提到的 寶寶树 即是那类 可以做一些护肤 揭面 甚至有些医疗的作用 亦都有一些特产 当地亦都 大家听过非洲 非洲很出名 一听见有什么特产呢? 海底椰 其实海底椰 我亲眼见过 那天有机会有幸 看到当地的海底椰 原来不在海底 是在树上的 海底椰 很大 是生的 非常之珍贵 海底椰 我知道用来做止咳露 其实当地人用来冲水 已经有一个非常滋润 肺 喉咙都非常之有帮助 另外 当地亦都有一些特产 当然 海底椰 虽然不是海底椰 但真的有海产 海产 亦都有一些叫做 海芯 当地的海芯 亦都是属于顶级 我们有时 平常见到那些 都很少见得到 我刚刚 在那天 有机会 看到当地的海芯 是很粗的 很大的 我想 如果我们中国人 很懂得做食物 即是红烧海芯等等 真是流口水 很有兴趣 除了海芯之外 亦都有一些雲尼拉 雲尼拉 原来我都未知 原来是一条条 像百力枝 我以为雲尼拉 通常是做了雪糕 但当地的雲尼拉 亦都很珍贵 所以看到 亦都有很多的资源 刚才所说的 这些欧洲的国家 都在那里采购 亦都有非洲 亦都有不同的一些品种 亦都有一种 特别的木头 是很珍贵的 有些叫巴里桑木 有机会可能都 如果有机会 可以研究一下 这些木 是当地的人 用来建屋 有些属于比较富庶的人 就会用巴里桑木 用来建屋 我见过一间 曾经探访过 当地一些富商 即是他们住的地方 用巴里桑木 建的屋 完全是没有钉 亦都不需要任何的 就是那些装垫 它纯粹有一个损口 就可以建了一间 很漂亮的 一间巴里桑木屋 亦都可以称为这些木 亦都可以称为玫瑰木 或者是酸枝 好像我中国人所认识的酸枝木 那类这样 是属于很珍贵的木材 亦都真的说下去 有很多很丰富的 无论是刚才说的木材之外 亦都有一些很多的石 非洲的石 是很多种颜色 不同的省份 亦都有不同的 有些是粉红色 有些是蓝色 有些是淡黄色 或者是啡色等等 非常非常丰富 当地亦都有少少 就是说一些民族 他们的服饰 如果有机会 可能看到一些图片都看到 我现在身上都穿了一件 这些是民族服饰 但当地人其实这些服饰 他当地人都不穿了 究竟要穿些什么衣服呢? 其实他们是穿 和我们现在在唐人多 或者其他一些城市 我们一般城市人所穿的衣服 都是一样的 但这些民族的服饰 除非他们家庭里面有喜庆 他们就会穿 就当是一个公贺 所以有些民族的服饰 亦都是有当地 其实有不同的花纹 或者其他一些图案都表示了 他们的文化和年份 很有兴趣 当然去到当地 究竟当地非洲人说什么话 刚才说 他们马德加斯加 本身有他们的土语 马语 我们马语就不通了 当地也有另外 因为曾经被法国人统治的国家 所以他们是有用法语去对话 除了是马语、法语之外 因为刚才说有些华人已经在定居 普遍来说 因为特别是早期的时候 有香港的人在那里设厂 做一些制衣厂、制衣业 所以当地多数是设厂的 投资的老板或者管理级的 都会用广东话 后期在十几二十年前 亦在中国有很多投资 亦有很多中国国内的人士 亦都注资在马德加斯加地方 所以当地严格来说 用普通话都可以通行得到 所以在马语、法语、廣东话和华语 都可以在当地里生活得到 这个马德加斯加本身的地方 我们去的主要是探访一间教会 当地叫华人京城教会 大概是十几年的历史 亦都有自己的一个教会的住址 很有趣 去到这个教会的探访他们的时候 当地的负责人和我聊天 亦都有儿童的一些 扮理一些托儿的服务 有一些非洲裔的同工 他们是老师 教主义学 我就觉得很出奇 问他 为什么非洲人都会教你们华人的教会里面的主义学 原来其实他们是学习了当地里面的一些普通话 讲国语 变成他可以和华人去一些工作 因为刚才说很多的华人注资在当地做生意 所以很多当地的一些非裔的人士 如果想生活比较好些 他们就开始学习去讲普通话 因为当地也有中国华人 就是中国的国家 在当地建造了一个叫孔子学校 就是孔子学校 它其实可以让中国的文化和他们的语言 教授当地的一些非裔的朋友 所以除了刚才我说过 在这间教会里面 有一些非裔的同工做教主学之外 另外也在当地认识了一个是中医师 不过是马特加斯加非洲的中医师 他姓马的 这位是中医师 他认识拔冠、针灸等等 他曾经留学与在中国的成都、北京地方去学医 然后回到回国在马特加斯加行医 所以当地的一些非裔的人 变成了去懂华语、普通话 他们的生活和质素水平就会提高了 当地平均以前 就是每一个非裔的一些工作的人 是平均一元美金一日 现在可以提升到 可以有三个半美金一日 当他们的生活水平 确实是有了很大的一个帮助 他们改善了 在马特加斯加这个探访的教会里面 亦都见到有很多的一些华人 他们在这儿去经商 多数华人都是经商 自己是做一些买卖生意 特別是做一些成衣的买卖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引入了一些货种 过来卖给当地人 最出奇的 我们都未能够理解到 不过最出奇的 就是他们很多的一些商家 都是投资卖一些音响器材 很多一些音响的设备 和一些声音系统 很多是我们 为何有这么多的一些 买这些成行成市的一些商品 甚至上教会的 有些华人都是开拓这些生意 我们不知道 究竟买家是哪些人 但大致乎真的成行成市 是最多音响 和卖这些乐器的店铺 另外也有些当然是成衣 如果有机会看得到 他们卖的那些衣服 是五花八末的 有不同品种不同牌子 什么都有 所以当地的一些人 当然有些很贫穷 他们要买些瓶 买些是我们所谓的 都不用的 那些瓶也是 他们拿来再买 是非常之贫穷 所以在当地的一些人 其实都是做些 买买买卖的生意 我们去的时候 天气非常好 刚刚过了个冬天 亦都是有很多一些的人 擺盘出来 亦有时走过那些 我们叫做生活里面的一些 体验 我们就是去走一些濕市场 我们经常走超市 在北美就很少走到濕市场 真的濕濕濕濕濕的 地下有很多一些人 就是摆摊位 摆摊档 那些所有的蔬菜 肉食 全部是自然的 我们所谓的基因 是非常之很有营养 因为反而要怕改造过的 是当地是买不到的 因为很贵的 我们在这里买货品的东西 就很贵 但是当地的马达加斯加 要吃这些蔬菜肉类 全部是没有任何的化学物品 所以即买即食 是非常非常新鲜 所以在这个层程里面 之前都见识了很多 有不同的一些生活和民生 亦有当地使用的货币 是属于他们使用的法郎 他们用法郎 或者当地有些马达加斯加的币值 我们就看到 我们都不会计算 因为每次使用的 买了一棵菜肉 买了十多万 就是几十万几十万 吃一顿饭 我们都觉得不好惯 不过数额就高 我们都是要找回当地的一些 教会的负责人 跟我们去打点 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很开心 特别是因为他们当地的教会 接待我们 有三餐都是一宿 都是包办了 而是我们没有什么经历 即是长违不适 各方面 都非常适应 在当地的一些 当地的一些 刚才说回 也都因为乘着 刚才有早期里面 有些香港的人 在那裏做一些制衣业 在那裏投资了 但说回一些经商的 一些惨痛经历 就是原来 2009年 当地经历过 因为是政变 因为选的总统 因为参污的问题 而发起了一个很大的暴乱 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 因为一个大的暴乱之后 很多人抢粮仓 很多人的暴乱 就客奏了好多的商户 就撤退回香港 撤退回离开马特加斯加 再加上 是一些小小的 即是说 在美国里面 一些的 他们也都是撤退了 跟马特加斯加的邦交 断裂了之后 变成是由他们的 经商的投机 一些投资 因此很多的资金 也都是撤回了 变成一个比较孤立的时段 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暴乱 亦都看过当地的 嵌察过当地的一些地方 就是很 仍然都有一些遗迹 都见到 都有一些心惊胆斩 但无论如何都好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 香港人 早早有很多 都已经撤退了 不过我们在上一年 我们今次去探望 马特加斯加的时候 也都见到一些香港人 仍然是很坚持住那份生意 他们一个香港人 对着600个非洲非裔工人 其实都是很孤单 他们平常的生活 怎样能够去解决呢 其实当然他们平常都一放假 便会回到香港 或者是回到自己的原居地 但是平常的经商做生意 他们都很孤单 但是还好 因为当地 星期天 他们就有一个习惯 就会回教会 回教会 其实当地也都有 华人教会 其实如果说华人教会 是只有一间的 就是那个京城华基督教会 另外就是他们回教会 非洲裔的人都回教会 他们其实都有回星期日 教会的一个习惯 因为他国家 他定了星期天 是唯一的假期 所有很多的工作是会停止 那些人都会回教会 但其实刚才说 有一些的香港人 在那裏做这个制衣业 他是继续在那裏经商 有时候他就自己没有回教会 但他见到那些非洲人 他当我们有机会 是探他们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真的不要明白 宗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虽然我不是回教会的人 但起码我知道我的工人 是他们回教会 但回完教会之后 他回到公司下班 都偷我的东西 那宗教能否改变到 人的生命呢 那当时面对问我的时候 我一下子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人的心里面 真的有很多的需要 我们不能可以测得透 唯有这位神 他才能明白到人的心 那当时这位老板 曾经这样问我的时候 我就说我相信他们就窮了 因为他回教会 虽然是回教会 但他仍然偷东西 因为他们实在是太过 物质资源那方面很缺乏 那么回教会 他们是一个有机会忏悔的 有一个时间忏悔 那么这个老板 这个老板都当时问了之后 觉得似乎好像没有答案 但都有一点点的理解到 其实宗教都让人 有机会可以忏悔一下 那么很能够看到 特别是星期日翻教会 这种风气 亦都让一些非裔的人 华裔的人 和不同种族的人 都有机会思想到 世界上是否有一位神 神在中间是否掌管一切 那么当我们当然去了解一下 当地有一些 除了是刚才说 我去了一间叫做基督教的教会 之外 是一个华人基督教会 亦都当地有很多不同的宗教 刚才说 亦都有一些天主教堂 亦都有一些在华人的 因为有华人的地方 亦都有华人民间传统的信仰的妙语 当然不多 但是就不像我们在东南亚 或者在香港成行成事那麽多 但是都是有一些宗教 其实告诉人 其实在世界各落 无论是以前我们所看过的 尋找他乡的故事裏面的人 其实人的心 都是想找一位神 一个神 是怎样能够可以 真的能够安慰到 在今天 特别你看见 如果本地 他们在原居地生活得好的时候 他就不会走到 他乡那麽远的非洲 去谋生 去真是投资 所以在当地 其实无论你找到多少钱也好 其实人的心灵里面 也会问 究竟我们人是需要什麽呢 所以当地亦都有很多不同 虽然有很多不同的宗教 但亦都是有很多 因为听到基督教里面所说的 这位主耶稣 这个福音 这个爱 他亦都是这样 就回到这个教会 有机会认识神的 所以在当地 一些的 刚才所说的 一些是很多重伤的人 当然是很显然看到 就是刚才说 他们见到一些 贫富懸殊的一个 一个现象 当地的非洲人 确实是很贫穷的 刚才说 虽然是 改善到 生活水平 当中国人 有一些 华裔的投资者 在那裏 设厂 或者做一些公司 或者做一些经商的 出入口的贸易 是促进了他们当地的 一些非洲人 他当地的人 那个生活的水平 但是他们 如果是那个言语上 不通的话 仍然保持都是一个 很贫穷的一个水平线 就是属于 比较在贫民窟里面的 那种的生活 那我在教会 就是住的地方里面 正正对面 我们所住的地方 就是有一堆的 有一堆的 垃圾 垃圾在那裏 当然影响不了 教会里面 出入里面 平常的 那种聚会的一种生活 但是 就会见到 那些民生 我们在 写城市规划 他不会有可能 会有一个垃圾池 在住宅区 在城市中间 其实也看见 在当地 最令我惊讶的 就是因为 在这个垃圾池 为什么我觉得 晚上有人在烧垃圾 原来有一个家庭 一个 一家乘五口 是有一个很手抱的 一个BB 是一个非洲裔的 当地的 马特加斯加的非洲人 他们的家庭在那裏生活 晚上用来取暖 所以他们就烧垃圾 我们实在在一件 是贫富 是非常之圆殊的 一个地方 一个国家 所以在当地里面 我就在思想着 究竟 究竟 人是需要什么呢 人最后是得到什么呢 如果是这么远的地方 来到马特加斯加 在本地人来说 他就没得选择 因为他出生就是那裏 但是华人 有其他不同族裔的人 去到马特加斯加 都是要问同样一个问题 人来到这个世界 或者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要什么 最后你得到什么 当然我在这个探访里面 都是有机会去传教 在里面提同一些 探访当地的华人 无论讲国语 或者是普通话 首先就探访了一对夫妇 有机会他就来教会探访 有机会是来上教会 我就有机会跟他们分享 特别原来有一个 一对夫妇是华人 他来了十几年 在马特加斯加地方 他经历过 他曾经 因为这个问题 他都问 他事实上问得很对 他曾经十几年前 他在这里 就是运送一些工人的出粮 差不多是近七十几八十万的美金 他要派发给工人 那你知道 如果近几十万的一些的粮 美金是这么大的一个数额 他这间工厂也不少人 那期间里面可能就知道 有来映 就是有人知道 他们出粮的粮 就会在这里出发 那便截停了他们 就是连人带车 就劫他们 那这一个的 其中的一个女士 在当时来说 吓得云了 又因为 如果几十万的一些粮 如果被人抢了去 那里 可以说去那间公司 是五千人的制衣厂的工人 就会暴乱 那他回来 他都没命 那这帮贼 就是当时要抢他们的粮 亦都用枪柄 拼了他一下 那他就没有开枪 那他整个人就暈了 他当他有机会再回去思想 在人生的里面 究竟刚才我所说 人是需要什么呢 最后你得到什么呢 那个过程里面 他就思想到 真是一位的神 所以在那次的短书 即我们的分享里面 听到福音 他和他先生两个 就在当地的教会 在当日就信了耶稣 在熟化之后 那我看到人其实都是需要 是不断地沉闻一位的神 那 还好就是十几年前 都给他一个生命 所以在十几年之后 他听到福音 也有机会 是信了这个福音的信药 信了耶稣 另外再说一下 是一个另外 当日这个的探访里面 是有近两个星期 或者探了很多不同的华人 其中里面也探了一个 在当时来说 在当地 我们去一些很贫乏的地方 亦是一些比较富庶的家户去探访 其间里面有一对夫妇 原来我们都很惊讶 他们的后院 如果严格来说 有点像我们以前 在香港 在东南亚有一个叫 虎豹别墅 他们的后院 有很多雕刻偶像 很多不同的很漂亮的中国的艺术 这些画展 很大很漂亮 但是这对夫妇 他其实又不开心 他曾经这个主人家 特别的男士 他曾经都帮过 在中国世人帮里面 江青打过工 跟江泽民打过工 甚至做过一些 日本的富士菲林的代理人 所以可能在当时 他在马特加斯加都来了 去了很多年 也都是当地的首富 可以这样说 属于富商之一 有幸就有机会参加他 他就讲开一个福音 其实他也在后院里面 放了很多不同的偶像 包括耶稣像也有 期间里面 我就讲到主耶稣 他的太太有很大的反应 就是说 我都发梦见到耶稣 耶稣骂他们夫妇 他们的分享就是说 他们教训他们 他说你不能拜有其他偶像 你只是拜独一的真神 所以当时 我们有机会参加他们的时候 他就知道我们是 在福士教会的牧者 所以他就很狠请我们 去帮他们去认识耶稣 也都后期 就想我们帮他们 拆掉所有后院里面的偶像 但是后院的偶像实在太大了 我自己的理解 是不能够可以一朝一夕可以帮到他们 至少要在我自己所看要两年时间 才可以拆到那些偶像 所以我就将这个 那么神圣的任务 就跟宣教士说 也都当地的牧者说 希望能够帮助你的教程 后期这对夫妇也都信了耶稣 那我们看到当他们信了耶稣之下 刚才所说的 他们曾经问过的问题 就是人要什么 最后得到什么 他们知道是得到这一个福音 就像刚才那对夫妇一样 他就戏假归真 信靠了这位真神 另外也都有机会 也都探到 因为今次是这一次的探访队里面 的短孙 也都有一个弟兄 就是以前在那裏做经商的 做一些大生意 所以他重回旧地 十年之后 有机会再回去 买大家识的地方 就考虑见到 当时有一个的翻译员 也都是翻译官 就去帮他们去做一些生意 特别在上落货的制衣那方面 他帮他们一把 当时是年轻人 那一见到他 那一天也都见到他 已经结婚了 成了家庭 一个非常成熟的 不像起初那时 认识他的年轻人 也都有机会 跟这个翻译员 有机会就跟他传过福音 最后这位朋友 也都信了主耶稣 他看到人生里面 他特别是土生土长的华人 他是第三代的华人 在当地这样成长 他都看到 在一个动荡的国家里面 究竟人是需要什么 我最后得到什么 他说我能够得到耶稣 所以当我们看到 这个真是遇见神的人 亦都翻译会的人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翻译会的人 确实 是真是体会到一个很重要的 就好像圣经里面 曾经看过 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福 并不加上忧虑 如果你的富足 是能够可以真是 又没有忧虑 但又很快乐的话 那你真是一个 很富足的人 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那唯有在神里面 有一个答案 就是神所赐的富足 没有忧虑 亦都是令到你可以很富足 所以当我看到 当地马特加斯加的人 他们当地的民生 无论是当地的华人 或者是其他一些 非裔的朋友 他们都是 每个都很努力拼搏 生活 究竟人要什么 最后得到什么 所以我相信 我看到人与见神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我们未必是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但我也都相信 信了耶稣的人 是一个最无福的人 愿神祝福你 天空飞年 不收不中 你天父上青荫湖灯 夜地青草 天月不孝 路水半点茶 他都信首葬山 他都信首葬山 难道你不必 愿意珍贵 受累了 可使你的岁月变多 难道你一生 就是这样忧虑 是什么 什么 穿什么 你揽摇仙 祈求他的光 与他的烟 你所需的道 已隔离 明日 自有明日 必有泪风雨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好久烈 你本要先祈求他的光 与他的烟 你所需的道 已隔离 明日 自有明日 必有泪风雨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好久烈 谢谢王敏华牧师 我自己都深深地感受到 富足的人 贫穷的人都会忧虑 只不过大家的忧虑是在不同的层面 很盼望我们都能够得到耶稣所赐下的富足 最重要是我们不会忧虑 因为我们相信 人的一切都在神的手里 好了 和我们分享的第二位嘉宾 是王冯玉言牧师 Sophia 我们又听听她说 如何由做社区的工作 转移成为一位牧师 我小时候一直在九龙的尖沙咀住 每天放学 我都见到有一个流浪者 那时候有一些士多的地方 我常常都在那里买维他奶 这个流浪者常常都坐在那里 还有很长头发 穿着很厚的衣服 我常常跟这个哥哥打招呼 现在他的样子我都记得 他患了这个精神的分裂症 所以很多时候自然治愈 还有有时不吃东西 明明很夏天的时间 他都穿很厚的衣服 还有好像那些败女士 常常是拌着很多的 一包二包的一些布囊和袋 那我就问我家人 我说这个哥哥做什么 他就说哥哥失戀 没有家人要他 那我就常常觉得 是否有人爱 就不会有这个精神病 那就是从小就 和这个哥哥 好像成为了一个 无形的朋友 那样的 每一天放学回去都见到他 每一天他都很努力的 他常常收拾很多垃圾 那常常都躲在士多那里 直到我自己都大过了 那我就开始可以做一些移工 那在当时呢 我姓Stevens 姓士提反女校读书 那我们都很主张呢 是做一些社会工作的 那我就参与了一些越南的难民营 那在越南营里面呢 我又遇到另外一批有需要的人 就是很多的小朋友 和很多的父母 那他们呢 就很想学英文了 因为当时呢 很想移民去美国 我记得我其实英文 你都知道 不是那么聪明的 不过呢 就是两三句啊 在学校里面 教了就学了 看到他们的心态呢 真的很为儿女着想 为下一代 那我就看到呢 原来呢 做难民呢 就是有时心不由己 我看到那种 就是很沮丧 和很孤单的感觉 另外呢 我学校呢 也都安排我 去 启星龙啊 学校 那我好记得呢 一开始会搭电车啦 那叮叮叮叮 那到铜锣湾 那就和一些耳聋啊 和呢 是不能够讲话的 一些朋友在一起 那其实呢 那他们呢 就不是发声不了的 只不过因为耳聋呢 是发不了准的声音 就是要我们呢 用一个嘴唇那种说话呢 是教他们来到讲发音 我好记得呢 我好记得呢 完了之后 每一次呢 就和他们搭电车 我看見我補習的那班學生 他們穿的白色襯衫有很多污漬 我問他們做什麼 原來他們很多都說 把媽媽有些不在 有些去了賺食 不懂得去洗衣服 或者是護理自己 我看到他們很努力讀書 但是成績或者都未如理想 或者社會工作的照命 就已經重世等到我心裡 我來到加拿大讀書 我選擇的第一科就是讀 Criminology 我當時已經是一個基督徒 我就覺得不想見到世界這麼黑暗 這麼無助 又不想見到人犯罪之後那種痛苦 我覺得是神很大恩典的 英文不是說特別好 你知道好像很有趣 每個字都懂的 每個英文 但是串了一句就不懂了 我感覺到神是幫助我的 他給我有很多大姐姐幫助我 我當時一個人來加拿大讀書 就住在宿舍 全部都是西人來的 那些西人的姐姐和我補習 還說原來讀 Criminology 讀一些case 或者是上court 那時候怎樣 present是最好的 因為他們的幫助很容易 讀得很好 而且我還有一份工作 是做probation officer 所以能夠跟一些釋酬的人士 一起走過他們一些很無助的路 他們因為不懂法律 又因為憑罰的緣故 有時候去偷東西 在超級市場拿了東西 又或者是代人簽了他們的check 被人抓了 我就勸導他們 和他們寫一些信 特別是做翻譯 被我感動的 就是有一次 有一個學生被人抓了 我想他其實是犯很少很少的事 但是當然很少很少的事 都是犯了事 那他的probation order 就是要他寫一封信 就是跟他的家人說的 我還很記得他 滿面流淚的 他說很對不起他的父母 就是這麼辛苦在大陸 帶他來讀書 他就令到他們失望 我感覺到這個學生 就是一定要信主 因為他能夠有一個感恩的心 還有不是只是 敷衍我寫一封這樣的求情信 原來他在心裏 是覺得對上天不住 對他父母不住 然後去了York University 就讀Social Work 2nd Degree 接著 去回UT 讀一個Master Program 我覺得 就是因為 好幾次 都是這樣 有機會 做這些義工 所以 我對於Social Work 都好像認定 是我自己生命的 一個呼召 我很記得 當我做義工的時候 我做過一些 叫做Special Needs的身分仔 我看到 我記得一個個案 就是 有一個老婆婆 我以為她拖著孫 比較活躍症的 她都差不多 理不了孫 後來跟她聊的時候 我發現原來 那個不是她的孫 那個是她 老黎的時候 是生的唯一一個兒子 差不多四五十歲 才生這個兒子 但可惜這個兒子 不能夠明白 婆婆的心情 亦都不能夠讀到書 那我的責任 就是 帶她去學校 陪她讀書 我又記得 另外一次 有一個西人的女孩 亦都去學校讀書 好像陪讀一樣 但後來 她的媽媽很恩慈 她就說 聖誕節的時候 請我吃飯 我去她家 令我很大驚訝和感恩 就是很熱情 招待我 還有對於這個孩子 是很好的 其實這個 媽媽 其實是個 midwife 那天接生 就結了這個女孩 但是這個女孩 因為一生出來 就是有這個 特別要求的問題 她的媽媽 就立即不要這個女孩 而這個midwife 就是收養了她 其實她自己 都有一些健康的孩子 但是由於這個憐憫心 她就帶了這個女孩 我看到 如果我是外人 根本就不知道 原來這個是收養的孩子 她是愛她 就是好像自己的親生兒女一樣 以為自己是幫助人當中 其實這些事情是幫助我的 去明白 憐憫究竟是什麼 在《馬太福音》9章36節 這段說話都經常幫助我自己 她說 主耶穌看見許多的人 她說就憐憫他們 因為他們困苦流離 如同羊 沒有牧人一般 就是這句說話 讓我經常覺得 當我又要讀書 或者在教會侍奉 又要做義工 這段說話經常鼓勵我 可以這樣說 亞洲人讀完這個學位 是少的 在當年 當我實習的時候 我就去了一間 mental health hospital 讀書 實習完了 就有一個位 是可以我 即是全職做的 我很感恩 神給我很多 很恩慈的 supervisor 他們其實都是歐洲人 他們都是新移民的 他們見到我 我也是新移民 大家好像一見如故 就是這樣 我就在這間醫院 做了十幾年 我覺得 跟他們一些病人相處 大多數 我就是做 Depression 和Skizofrania Skizofrania 和Depression 可能是19歲 至23歲 就是那個 onset 那個時期 即是當時 我都是20歲 都比較鬆 我的心 真的很受觸動 其實我跟他們 都沒有什麼特別不同 都是那個歲數 都是那個歲數 但是 他們 反而患了這個病 而我自己 就可以很健康 在學校 甚至在我的教會生活成長 所以心裏面 深受上帝的恩典 而是很想回報 這個恩典 那種的心情 覺得 神 在這份工作裏面 是教我 是怎樣 跟他們同行 在我生到第四個嬸典 的時候 都已經放了一年了 當時的maternity leave 我就想去 有一次一個月的假期 我自己就放下四個嬸典 給我丈夫 我就去了mima 去了緬甸這個地方 經常都說 mima裏面 有很多窮的人 特別是很多窮的孩子 還有死亡率很高的 那我當時就覺得 上帝都給我這麼多恩典 這麼好的工作 我又是social worker 那見到外面有貧窮的人 為什麼我不去呢 我記得去到緬甸 第一個人走過來 就是一個女孩子 差不多16歲左右 她知道我們是遠方來的宣教士 她就說 你有沒有帶聖經給我們 這句話好像 兜頭是拍到我的頭 因為我其實帶了很多衣服 帶了很多物資 我真的沒有想過 一個行李箱 要帶這麼多聖經給他們 我又沒有想過他們是要聖經 那令我覺得 原來熟靈的需要 原來他們很飢渴慕儀 或者老實說 可能最貧窮的是我自己 即是熟靈上面 我自己都沒有這個敏銳的心 那我們就教書 教新藥聖經 我很感謝那個牧師 他將新藥聖經 很精簡的 和很趣味性的 整個簡介都說出來 他每晚講到 就叫我們為他祈禱 他說如果可以 你去試試禁食祈禱 那我就學習禁食祈禱 還有 將他講的保羅書信 從頭到尾看一次 即是看了很多的書信 我就發覺神 神就像跟我說說話一樣 即是叫我 忠心去完成這個使命 這封信好像給我一樣 我突然間覺得 咦?為什麼這個 好像有個這麼大的聲音 是不是 什麼事呢? 然後我就跟那個牧師說 牧師就說 這個是神的叫聲音 就是在神的話語裡面 是打動我的心 令我扎心 這個叫叫聲音 那他就和我企了一套 當時我寫了一封信 回去加拿大的 那我就說 我想呢 不如 全時間去讀神的話語 那都不知道 是說 是不是做傳道的 但是很奇怪 當我回到加拿大的時候 我先生跟我說 他說 其實他呢 都想著 quit 了他的份工 就是呢 全時間是奉 因為當時他是教會的執事 那我又說 我又想想著 將我十幾年 那份政府的工 醫院的工 就停下來 又要讀書 突然間呢 兩個呢 目定口呆 因為第一 我們發覺 是上帝同一時間 呼召我們兩夫婦 而且呢 在不同的 就是根據我們的 恩賜的範圍 但是第二呢 開始害怕了 但是我們生了四個小孩 那怎麼辦呢 很奇怪 當我們決定了之後 差不多一個月 突然間我醫院打電話給我 你知不知道原來你走的時候呢 凡是如果你自願離職的人呢 政府有賠償給我們 她說你快點打電話 從來沒試過 現在欠你的簽名 因為你知道我是Union 她說你快點做啊 要不然我們呢 全班人拿不到的了 就做了這件事啦 可以簽了這份文件 結果還有一些賠償 可以讓我讀到書啦 還有有生活費 即是在這個召喚上面呢 我覺得神 原來是莫大的供應啦 我先生呢 就說 如果你現在呢 覺得呢 是一定要這樣呢 是讀聖經呢 我覺得呢 你這個full time的一個 決定呢 是好的 她說呢 因為你呢 每次呢 都是maternity leave 即產假的時候 我剛才讀一科兩科 那你知道啦 我們讀那個degree呢 要二十幾科的嘛 她說如果是這樣 算下去 你就要生很多個小孩子 用很多次產假 才可以讀那麼多科 她說你 你現在這個決定真的好了 你完全不再生著 你就直接跌了心水 去讀書是最好的 那我發覺啊 神也都預備了我的丈夫 那現在回頭 我看的時候呢 今年就是在教會 就是做全時間的一個目者 都已經差不多十七年了 其實呢 這兩年裡面呢 神都呼召了我家裡 另外一個人就是我兒子 我兒子其實都是在教會裡面 全時間的 不過他呢 就是做AV的 那我覺得呢 神很奇妙的 結果呢 現在我回教會呢 一定不會遲到 因為我兒子還要早我一個小時回來的 那我發覺 都很好啊 上帝給我呢 能夠安排我的兒子 我的丈夫 一起呢 在這個全時間的路 但是大家呢 又是不同的恩賜 不同的配搭 那我覺得很感謝主 其實在社會工作的經歷裡面呢 是令我呢 是成熟的 是能夠幫助我呢 現在跟我的大兄姐妹 去服侍的時候呢 我學會怎樣叫聆聽呢 怎樣知道人內心裡面的掙扎 有時候他們說一些掙扎呢 我不會覺得太過驚嚇 因為我已經知道呢 原來在社會工作的訓練裡面呢 是幫助到我呢 去用一個很平靜的心呢 來到去進入人的心境裡面 在社會工作裡面呢 其實除了在精神病院裡面工作呢 我後來呢 是在天道神學院呢 是專讀counseling的 那跟著再去Kanducky的學校裡面 再進心啦 我發覺這個是一個 cumulative的learning 是一個呢 就是一路一路呢 給我自己的生命呢 是進心和廣闊的一個學習 給我呢 一早小時候就發現我的shape 我自己那個恩賜 和那個領袖那個能力 跟著就一路一路呢 安排不同的科目 和不同的導師幫助我 在這個情緒和精神的困惑裡面呢 其實基督徒都很多 不可以說呢 信了主呢 就是完全沒有病的 或者應該這麼說啦 我們華人教會的基督徒呢 很多時候都是我們很有完美主義的 就是有時候我們侍奉啊 或者我們學習 很想盡善盡美 譬如這樣啦 你讀聖經這樣 他不會說讀完一科的 他會整個program跟你讀 那又不可以只是讀的 他又要做功課的 做功課的 他又說 我要呢 你的導師呢 抹卷的 哇 越來越呢 是挑戰自己成長的 那就是因為有時候呢 這一種的心態呢 可以叫成長啦 但是 亦都可以呢 是說呢 是給自己呢 是有時候 沒有得吐氣 覺得自己呢 不做的時候 就是懶惰啦 那我認識到很多的leaders呢 可能是香港文化來啦 經常覺得 我是不是懶呢 坐著就是懶呢 你明白嗎 那有時候對於這個 守安四日啊 Sabbath啊 安靜啊 等候啊 又或者 我們說去一些retreat啊 其實呢 我們是少了這一種的學習的 那所以現在 到了我現在十七年後 你問回我的時候呢 我會 不只是說說 balance of life 我反而是說 不是我的time management的問題 我反而是說 我們的priority的問題 如果我們呢 是first things first 就是能夠將priority 等於和神那個的親密的關係 獨處 也都按時候呢 我和我的家人 我自己呢 在休閒的時間 我怎樣去處理我自己的心思意念 怎樣寫journaling 或者是怎樣呢 自己靜態的去 在這個大自然裡面 去享受那種 那種和大自然的默契 我覺得這個呢 都是我覺得 現在我自己和弟兄姐妹 都會一起的學習 我自己呢 我自己覺得呢 counseling 最大的幫助就是自己 每一次呢 我和弟兄姐妹 去輔導完之後呢 其實我也有個感覺就是 其實我和弟兄姐妹呢 是一起經歷 他們說的東西 其實我也經歷過 不過可能程度上不同 他們之所以去到一個 黑暗或者困境 是因為當時 他未能夠伸手出來 是抓住神 又或者呢 是周圍呢 是沒有一些同路人呢 是和他很耐性的 一起提醒去走過 所以 每一次的counseling 完了 我都說 主啊你 你好愛我 因為 因為我看到他們的光景的時候呢 原來從前 你就一早已經救了我 這樣 在counsel裡面 我或者學到一件事 就是discipline of我的tongue 不要給人那麼多 提示 亦都不要覺得自己 最有知識 或者最有主意 是能夠教到人些什麼 原來 聆聽其實是給人 一個最大的禮物 有人聆聽我 我不是呢 是孤單的 原來已經是一個 醫治的良藥 來了 大兄 姐妹 你是可以繼續向前 其實是和他加油 我覺得 point down to Jesus 是最重要的 就是 每一次counseling 完了 我很著重那個祈禱 的 對我的client的一個祝福 和對神的信任 因為神說 原來這個client 是繼續可以 可以自己解決問題 我有個slogan 給自己 就是help them help themselves 我幫助他 希望他可以幫助自己 廣東話 有一個說話 client的驚嚇 突然間 跟他們 聊完之後 變成驚訝 因為看到 上帝那種驚訝 那種奇妙 有了 任我處 隨著意思脆 讓我明白 你不改的真理 常人無法猜透 人能陷近親你 傷心渴望 跪拜主理 神痛在 勝過萬千年 勝過人間最珍負的 觀念 神痛在 勝過萬千的 從愛上來 我沉溺你 並榮耀你 我沉溺你 多謝Sophia 黃鳳玉言牧師的分享 原來神可以這樣 預備一個人 為他工作 在Sophia早年讀書的時候 她都未能去釋透 神自己的計劃 好像在聖經詩篇裡 她說 我未承認的體質 你的眼早已看見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寫在你的賊上了 神的計劃和預備 超乎我們想像 神有對每一個人 生命裡的簡選 就是我們今天 兩位分享的嘉賓 黃敏華牧師Andy 以前是一位大廚 而黃鳳玉言牧師Sophia 就是一個社會關懷的工作者 這個也是神奇妙的作為 好,以下接著有一個新的環節 液風而行 我們一齊聊收聽 朋友你好 我叫做Ringo 我中文名叫做五榮光 我是一位來自香港的心理和家庭治療師 以下有些心靈的點滴想跟大家分享 在這個疫情底下 我們看到或者經歷到 有無數的失去 包括了我們看到一些生命的失去 包括了我們日常的生活需要改變 包括了我們看到一些親人 朋友,我們變得疏離 我們失去了很多很多的東西 有些人甚至失去工作 失去一些應該有的收入 或者一些不同的活動 甚至有些朋友跟我說 搞結婚都會跟以前搞法不同 或者有一些很難得的畢業禮 或者一些勝會都要取消 甚至乎本來是今年的奧運 都可能會推遲到要下一年的時間 我們有很多的失去 在我的輔導當中 在這段時間 也有些人跟我有些分享 有一次見到一位碩士的學生 他在電話裡跟我說 他說每一天就是想睡 對著功課都不想做 雖然功課堆起前面 他堆起如山 但一點動力都沒有 不是他本身很冷 而是他覺得生命裡 生活裡沒有了一個框架 所以他很難找到焦點和方向 所以就算功課的 deadline 一天一天接近 他只有焦慮越來越大 但動力是越來越少 有一位中學生跟我說 他說 在網上的授課 根本上都是沒有心思 是學不到東西的 而他最大的失去 是覺得 好像剛剛失去了一整年的學習 失去了一整年的青春 好像 如果他是 某一個年度 突然間已經眨眼過了 而那個年度究竟做過什麼呢 發生了什麼事呢 他什麼都想不到 好像生命 好像是過了一年 有一位家長跟我說 他在疫情裡 和子女有很大的張力 因為子女和一家人都困獸在家裡 而子女就不斷打遊戲 什麼都不做 荒廢何而 所有家長都很頭痛 和子女 甚至和自己的丈夫 都很多的愛恕 所以不只是說 我們是在疫情底下 發生什麼大件事 但是這些生活的細節 都看我們很多的失去 很多家庭裡面的張力 有個心理學家 叫David Kelser 他提出一種的失去 叫做 預期的失去 英文就是 Anticipatory Grief Anticipatory Grief Anticipation的意思就是 對前面對將來 是一種預期 一種預料 我想在疫情底下 我們其中一個失去 就是我們對將來 好像是沒有掌握 或者我們預期不到 跟著去怎樣 就算今天我們說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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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能夠 有些去到最後階段的測試 但是究竟 是 最終是成功 或者最終這些疫苗 能夠幫到人 或者究竟 肺炎的病毒 又會不會 會變形 或者是會 再轉變 我們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其實這就是一種的 失去 面對失去 我們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有時候 我們都要反思 失去的東西 其實對我們來說 是重要 還是不重要 究竟生命當中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可能生命當中 我們重新一次想回 我們生命的優次 是什麼 我們發覺 我們真的希望 我們生活裡面 每樣東西都最好 不要失去 每樣東西都能夠 可以保持回 原本的狀態 但我們知道 其實是不可以的 我們知道 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世界 不斷在轉變 但我們要問的就是 其實 藉著這個機會 去問我們生命的優次 是什麼 什麼是最重要的呢 成績 成就 可能那份的量 那份的收入 或者一些 我們很重要的活動 或者一些 甚至一些物質 或者一間屋 或者我們一些衣物 可能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 可能問回自己 其實生命當中 最重要的是什麼 可能是關係 可能是自己的尊嚴 可能是自己的成就感 而那些東西 是不是這些外在環境 一定是能夠可以拿走了 而我們無法去保存 或者無法去挽回 我們發覺 如果當我們很充足 很充裕 完全不需要面對改變的時候 我們是不會想這些問題的 但是當我們有機會去失去 有機會損失的時候 我們就真的會認真去想 原來過去我們擁有的東西 我們真的需要去感恩 今天失去了一些東西 我們可以重新想過我們的優次 哪些才是重要 又加上我們對於將來 我們可以根據這個優次 我們知道可以再怎樣編排 或者怎樣去珍惜 可以重新去定位 又或者我們可以重新去建立 例如一些關係 又例如 對自己一個重新的認識 以至到大家可以自己重新去 去找一個新的目標再去推進 所以有時候有失就有得 一些人說 我們中國人說 錯用失馬焉之非福 可能其中一個解釋就是這樣 當我們失去的時候 我們原來是給一個機會 我們想 我們可以得到一些 什麼新的東西 或者得到更多的東西 或者繼續去擁抱一些 我們最珍惜的東西 我們今天的節目來到這裡 願神的祝福臨到大家 如果你想知道 耶穌可以怎樣改變生命 或者想對信耶穌有更多的了解 請打電話416-788-3322 variant 7 Hundred 或者是 1 4 5 ami